鐵士可以掛在冷氣機那裏 這樣就可以開機了 我今天想分享三個小妙招 幫冷氣機抗菌抗霉毒 一般情況都會用這些過濾網 除了這個方法還有第二個方法 冷氣機泡沫清潔劑 用冷氣機泡沫清潔劑噴完後 效力不足夠 清潔的地方很有限 外面可以清除 但裡面很髒 裡面的槽位再深入一些地方 直至到噴出冷氣機的地方 是不能清潔的 有什麼方法呢 我今天就會用個妙招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我們除了做了這個噴泡沫 就可以拆了這個隔層網出來 換了那個過濾綿 這個過濾綿大概一個月換一次就差不多了 我自己都安裝了一塊 就是那個3M PN2.5的濾網 可以安裝一下就好一點 黏住了就這樣換就可以了 其實挺髒的 這塊網就用清水清洗一下 原本是這樣的白色 現在已經變了黑色 當然就好 那我就剪回一樣大小 好 既然人都要戴口罩 我們冷氣機都要和他們換口罩 已經用水清洗了 我就剪回大小 黏回來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黏住兩邊就已經OK了 剛才那些泡沫十多分鐘都差不多消失了 用快布抹一抹盡了 因為太舊了 有時污漬都不會太過熟 等20分鐘就可以開機了 今天要分享第一招就是這一種產品 我都很少見香港人用的這種產品 這些產品叫做家居除臭消毒機 它這個主要功能就是有一個小風扇 吸入空氣 它會在噴口釋出一些負離子 和一個臭氧的功能 它本身已經是充電式的機器 可以拿去一些衣櫃或者雪櫃或者廁所 甚至去汽車去使用 它的好處就是它有兩種產品 一種就是臭氧 臭氧可以消除99.99%的細菌 和煤菌 如果你那些地方進不到 好像冷氣機這些地方 冷氣槽 那就適合了 因為那些地方可以滲進去 它亦有負離子的功能 可以將一些有臭味或者PM2.5 將它變成大粒貼走 它只是一個按鈕 按一下它就會有負離子出現 變成藍燈 它就會不斷放一些負離子出來 再按一下它就會兩種模式一起出 負離子和臭氧一起出 這個時候這個階段斬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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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運作30分鐘左右 它就會自己停止了 但是它運作的時候 它因為有臭氧的成份 通常我們會是去街之前 或者下街吃飯的時候才用 回到家就已經散了臭氧 變成新鮮空氣 非常之好 對於殺菌的功能 再按一下就是 第三下 它就會持續工作25分鐘 停10分鐘 再開啟20分鐘 再停10分鐘 直到電腦沒有電 通常大概4個小時 它就沒有電 我們在家用的時候 就是用第二下 一二 第二下這個 等30分鐘 我們就出去吃飯 吃飯回來就可以了 偶爾做一次就可以了 不用吃日做 其實這種方法 相等於一些大型的機構 公司或者中央冷氣 就是用一些臭氧 去清除一些冷氣槽的位置 都是用臭氧的方法 人入不到的地方就用這些方法 去清除一些灰菌 細菌的方法 好 我們就怎樣可以把這架機放在冷氣機上 我就找了一條鐵線 準備把它吊在冷氣機上 因為這個設計是放在桌面 我就沒辦法了 用鐵線吊著它 吊著之後呢 我就可以在這裡吊著鐵線 又可以掛在冷氣機上 我就可以開機了 開兩下 它就會自動發放一些臭氧去殺菌 會釋放一些負離子去清除臭味 我們現在可以開了冷氣機 就可以去吃飯了 好開機 開了機之後 它就會吸一些空氣進去的時候 就會吸一些臭氧去消毒 我們現在就吃完飯回來 我就可以搞定這個消毒程序 就可以做第二個小喵招 第二個小喵招就是這個 我會用香薰油 我會用茶樹油 因為茶樹油也是有殺菌的功能 而且是天然的 大家都可以用茶樹油或者薄荷的精油 或者香薰草的精油都是可以的 不過我家裏有茶樹油 所以我就用茶樹油 而且它用了之後 開著冷氣機也有一股清香的茶樹味 很清新很舒服 我會用小樽裝著它 掛在冷氣機上 這個小樽可以加入一些精油 然後它就會滲出來 那些精油滲出來就會很香 我打開精油 滴幾滴下去 拋住它 好 倒轉它 那些精油就會滲進木頭 精油就會慢慢揮發出來 掛在冷氣機上 它就會吸入冷氣機槽裏面 就會令冷氣機不容易滋身一些 細菌煤菌 惡菌 因為環境會做到很天然很抗菌的作用 可以長時間去用 而且你的冷氣機還會有些很香的清新的茶樹油味 好今天的分享小妙椒就到這裏 希望大家喜歡的話點讚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